金融在四部小说中都写过《华山派》 其中《碧雪剑》和《鹿顶记》中的《华山派》明显是同一门派 那其他三部小说中的《华山派》也是一脉相承吗 《华山派》是金融武侠小说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门派 比如《笑江湖》中的男主角令狐冲 《碧雪剑》中的袁承志就是出生于该门派 甚至还有非常有名的《华山论剑》 可见金融对《华山》两字是多情有多忠 金融在小说《倚天同龙记》《笑江湖》《碧雪剑》中都描绘了一个《华山派》 那这三部小说中的《华山派》是同一个《华山派》吗 这还真未必 首先《笑江湖》中的《华山派》是有清晰的创派历程 岳父群曾在《五月剑派》的比武大会上说过 我《华山创派》二百云言 中间有过《契宗》《剑宗》之争 众位武林前辈都知道的 《笑江湖》的明代背景呢 从时间上来推呢应该是明代中期偏后点 往前推二百多年应该是原末明初这段时间 与《倚天同龙记》的背景年代相仿 并且《华山派》又称《华山剑派》 历来都是以修炼内功与剑法为主 而《倚天中》的《华山派》 则与《笑江湖》中《华山派》的基调完全不同 《倚天中》《华山派》掌门鲜于通 喜欢用的冰刃是一把扇子 其门下高手高老者矮老者 最拿手的武功是翻两一刀法 不过两者最明显的差别呢是创派时间对不上 《倚天中》在光明顶上大战先于通时 原文称 这路鹰蛇生死婆乃《华山派》已传之百余年的绝迹 根据这句话可以得出 《倚天中》的《华山派》在光明顶之战之前 就已经存在了最少一百多年 算算时间最少也是在顺末原初 与《笑江湖》中的《华山派》最少差了一百多年 所以从创派时间上来分析 《倚天中》的《华山派》与《笑江湖》中的《华山派》完全是两个门派 那《华山派》与两者有关系吗 《华山派》与两者有关系吗 《华山派》的《华山派》掌门人陆仁青 收袁称致为图使 曾说《华山派》的祖师爷姓风 这个风祖师爷很容易联想到两个名字 分别是风轻阳 与令狐冲曾经的化名风尔中 从武学传承上来看 《笑江湖》中的《华山派》与《华山派》与《华山派》有几个相似之处 比如两个华山派都是以剑法为主 两个门派建法中都有一招苍松颜客 两个门派的掌门收拖数量都不太多 不过呢除此之外 两个门派看不出有任何的关联 因为有这个风信主事业的存在 所以还是保留了 笑傲于碧雪剑中的华山派是一脉相承的可能 但这个概率极低啊 毕竟风青阳在书中早就铁了心的不闻事事 大结局时令狐冲带着任言硬去华山找的一圈也没有找到 所以说风青阳出山开创 华山派毫无可能 至于令狐冲未来倒是有可能 因为自己曾出生于华山不忍其没落 于是呢化名风耳中去调教一两个弟子 等时机成熟再也居起来 不过这种可能性也极少 毕竟呢金庸没说 其实即便是完全三个不同的门派都叫华山派也并不冲突 因为在金庸的小说中 门派崇明与门派父亲都是很常见的事情 比如摄雕中就曾记载过 求千任当年曾以一双铁掌 打得威震天南的恒山派众武师死伤枕吉 然而到了笑傲江湖中 恒山派则一跃成为了五岳剑派之一 以天中 殷里婷曾说过 当年江西浦阳帮全军覆没 是给魔教聚目旗歼灭的 但到了避雪剑中 江湖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浦阳帮 其帮主名为梁一龙 狭鹤行一输入中还同时出现过两个无极门 分别是河南无极门和江西无极门 最后总结一下就是 三部输入当中的华山派并没有传承关系的有一个证据 是三个不同门派的可能性更大 另外在金武侠世界当中 全真妻子之一的好大通 跟华山派应该是没有任何关系的